虽然我家现在有几栋房可以收租 但是我就真的从来都没想过 就是可以把它当做啃老的资本 或者是以后就可以不努力了 这其实都不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父母在他们年轻那时候 来深圳的时候打拼下来的一些基础吧 是属于他们的个人财产 而我们作为子女的呢 也只是沾他们的光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 可以在生活环境呀 教育环境之类的 都可以比别好一些吧 在以后我还是希望 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吧 然后考上公务员 找到自己在这个城市的一个落脚点 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